21号,人设部副部长胡晓义公开表示,相关部门确实就养老改革顶层设计召开了闭门会议,但主要是7家研究机构对养老保险改革研究成果的研讨。 相关部门未发表具体意见,多部门就延长养老保险缴费达成共识的说法并不准确。 胡晓义说,延迟退休年龄,考虑的不仅仅是养老金的长期收支平衡,更大的背景是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,我国的新增劳动力已开始减少。 关于以防养老的话题,胡晓义称,以防养老仅仅是给有房产有条件的老年人多一种选择,并非基本或主流的养老方式,更不会取代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。 此外,胡晓义还明确,我国将推进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。 人设部的相关领导出来一表态们,立刻就使我们对前两天出现的网上的谣言,知道说这个事情根本不靠谱。 而且通过人设部的领导的表态,我们也明白了一点,国家对于养老改革的目标其实很明确,就是为了解决我们每一个人的养老问题, 让老龄化社会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不产生大的问题。